有人跟他講 老婆你怎麼會不會體驗他這樣 怎麼會不會聽他的話 中火是中火,我們的教會是我們的教會 他如果要請你就請就好 十個人會聽他的事 你聽到沒有 請問你,如果十個人會聽我有事嗎 我有事 這樣就是代表我已經在這個教會 又沒有了已經有困難了 這樣喔 第一天,第一天 為了這個事情,兩個人稍微打 中路跟中路稍微打 當然稍微打 有為我的人跟不為我的人 當然有稍微打 這樣 你說那個不可以的 要一個人說可以的 這樣喔 對不對 尋常你說不可以的那個人 是反對 你說不可以的那個人是自己的 說可以的那個人是怎樣 反對我的 很複雜的 說起來有講悲哭哭 這樣打下去我就知道 我要怎樣 我要離開 我現在要離開 那神就借著這些人在怎樣 在跟我說話 每一個惡劣的環境 神都跟我們說話 你知道嗎 接著一個不好的事情 都在跟我們說話 你聽懂嗎 好,再來 再來 好 這樣我說幾項 你第一項 你說什麼 你看看第一項 通貴上帝會怎樣 跟你說話 通貴你的心靈怎樣 跟你說 通貴什麼 環境跟你說話 再來通貴什麼 人 人 跟你說話 還有一項 通貴意象 跟你說話 通貴意象 跟你說話 我們在禱告的時候 常常你會安靜下來 你會發現到神會跟你說話 會給你意象 那麼這意象呢 就是你跟神之間的關係 你知道嗎 這是你跟神之間的關係 你知道嗎 這是你跟神之間的關係 呃 像說 呃 我們每天在禱拜 神如果是 給這些敬拜者 給這些帶領敬拜 他一安靜的時候 神就會通過他 向百姓說話 你有相信 來 他也許會通過敬拜者 跟很多人說 神現在要醫治什麼樣 什麼什麼樣的人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就像昨天晚上 我們在敬拜的時候 對不對 我就開始說什麼 頭痛著你要被醫治 有沒有 有人被醫治嗎 有 有嗎 你是冬季 我是兜頭 我來看 真的 我一天在冬季度 有一個季 我那個時候 拜五季度會 在那個 神老病 不是 神老病 我一個季度 一個季度 一個季度 每天都一直走走走 沒有我季度 我現在把季度 都好了 全身都好了 他就站在旁邊打破 現在就拜幾拜 有一天 我季度 在旁邊走來 跟他說 師父 我跟你說 我實在都沒有病 我常常軟下去 你也不要跟他說 你懂嗎 我整個腳都軟過 你知道嗎 你說這塊也會做拼 你知道嗎 所以我 我常常看 那邊的陰 有沒有 各位 有發現很多事情 我每天在做間 像我們這些 這些人都說 他有得了癌症 對不對 然後醫生檢查 還好起來 有沒有 你有發現說 慢慢收拾 有些人都在對他走 有沒有 在事實上沒有病 他說做癌症 得到醫治 所以很多人跟他揭發 這些人 不是揭發 那個便利症 也有人說 那不是跟便利症倒坑的 對不對 沒有啦 我想是不會這樣做 OK 我這樣跟你說 就是你講去 今天在醫生中 在意象當中 你要清楚神給你一個圖案 你要知道這個圖案的意義是什麼 總是我要再給你提前一項 所有的啟示 如果是消極的東西 你一定要小心 你不能夠隨便說出來 好來啊 好來啊 你不可以不說 你說得怎麼樣 要扶著 你知道嗎 這是從意象 還有一樣 從意夢 你晚上你睡的時候 會讓你問到 來 會讓你夢見 你知道嗎 這種夢見 也是很重要的 我又說夢見 我有一天在睡 睡到要聽說的時候 看到一個大爪 很大隻 那像那個 那像那個 鮮魚 那我不要去廟下 我一個 很大隻 那種爪位 天都降下來 要降下來 要降下來 我在睡 下那些衣服 我過了 我背起來 有可怕嗎 這是很恐怖的一個經驗 那我的百思不解 到底是什麼事情 到底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結果呢 我就在 我家住在府前一街 所以我就在外面走 走 走到外面 還要走到外面 發見說 我家的門家裡 有一個大堂 法宴拍賣公告 喔 我才知道 我家要說 打賣我不知道 這樣可怕嗎 這樣可怕嗎 對 那故事很簡單 就是 這個兄弟跟他買家 他沒有錢 我叫他做 補證 那錢應該給他 對不對 那不是這樣 結果補證出來 一一顆錢 他錢也沒錢 結果 他說他十三個月 有去拿嗎 結果也沒拿 結果也沒拿 所以我家要打賣 打賣 就是這樣 結果那事情 我有解決 要解決 所以他在歧視我 他一個陰夢給你的時候 結果他會提示你 我再說一遍 真的喔 神會通過人來跟你說 通過這種異夢當中 神本身會給你 給你 給你異夢 人也會給你異夢 神會通過人給你異夢 你知道嗎 譬如說有一次我在睡 我的 我的爸爸和媽媽 忽然間出現在我面前 我像我爸爸媽媽不是死了嗎 總是他們兩個人稍微暖暖 總是還有穿衣 我怕一下 爸爸媽媽有什麼事 我媽媽就跟他說 他睡得很不好睡 我說我睡得很 他說他本來就睡得很 他沒睡得很 我心想 怎麼有什麼事 結果 那個夢就沒了 就不見了 他不見了之後呢 我就發現到 到底什麼事 我不知道 再幾兩三天 他又夢一次 他又夢了一次 你知道嗎 同樣的故事又問一次 我動不著 我車子開回去 高雄 去看我老闆老母的夢 他真的睡得很 因為我那個公夢 我家有一間祖室 他都放在孫子 第二段 放我爸爸媽媽 第三段 放我阿公阿媽 所以睡得很 他睡二樓 對不對 所以因為樓上 怕我一樓 我就說他睡二樓 沒有錯 OK 那現在 我家發言說 啊 我來啊 我家本來那個 那個祖室 面對是 一條很漂亮的客 施智芬縣長把它蓋成一個 垃圾場 變得很吵 還很高 所以都拿著 他撞不住 我家發言說 連這種事都會跟我說 你知道嗎 同樣的時候 我在 我有一個十五孫 他能玩嗎 就這個夢 他也來跟我說阿正 阿嬤來跟我說什麼事 我才發現到 神會藉著人 在藝夢當中 跟你說話 你知道嗎 會跟你說話 所以你要小心 我再舉個例子 我再舉個例子 我最近沒在拍 比較沒在拍 這三四人來 比較沒在拍高爾夫球 我拍那個 覺得已經 了時間 還有沒有什麼體力 有一個晚上 忽然間 夢到一個高爾夫球 我在高爾夫球 我覺得有夠幸福 那球 拿著 打去 三四八碼 背著很風的地方 那是一個很美麗的圖案 我就覺得 喔 主啊 這裡多好 我如果天天在這邊打高爾夫球 多好 那是夢境 那是夢境中 睡 再幾兩天 因為我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我百思不解 你知道嗎 因為我日有守思 夜有守夢 因為我是不在拍高爾夫球 那時候 今晚一回事 我就想走 神到底什麼事 告訴我 你後 慧蘭靠給我 慧蘭 他靠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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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說 叫你去洗淚 我就想問 什麼人 他說他也沒人 還是你沒人 我忘記了 慧蘭你自己在告訴我 你靠給我 我就不知道 說他沒人 我就照樣 原來那個人 他要洗淚要到儀藏 要死 他要死 他 他告訴我 有些人 慧蘭要把他洗淚 我說我就是慧蘭 這樣 像是說 有些慧蘭要把他洗淚 這樣 他問我演藝名是什麼 我說我叫佣 他說我就是你 感謝主 這樣有厲害嗎 我問他說 你最愛什麼 他說他最愛拍高爾夫球場 最愛拍高爾夫球 我說這樣我知道 我最愛我跟安慧說 在田東有高爾夫球場 就去平安去 如果 你看 去平安去 去田東的地方 去拍高爾夫球 這樣 你看看 沒問兩次 要去請求一個人 要相信 要相信 這些事是可能發生的 我再說一次 有 還有什麼 有異夢 我在重慶 你在陛下來 第一樣是什麼 神會通過什麼跟你說話 聖監的話 第二樣 聖監的話 第二樣 從心裡跟你說話 第三樣 環節跟你說話 還有再來 通過兩個跟你說話 再來一樣 異相 再來 一夢 幾樣了 最後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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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會藉著你的耳朵直接跟你說話 但是我在讀書的當中 這種恩事很少 恩事很少 米勒有一次我在 以前有一個帶領阿根林大復興的米勒 到這裡來 我在跟他分享這件事的時候 他跟我說 他也曾經有這個經驗過 就是在阿根林機場 有人跟他說話 結果是天使跟他說話 他的分辨是這樣 他問我說為什麼要這樣問他 因為最近台灣有一些人 有幾個人 神是直接跟他從耳朵說話 你知道嗎 從耳朵跟他說話 所以你有時候要傾聽神的話的時候 神的話是很溫柔的 你知道嗎 很溫柔他真的會跟你說話 我現在講的你聽你可能 會了解我自己說什麼 我不知道這個人是溫柔 有一個 我在讀神宣的時候 有一個半夜 那個動牧師要帶我去吃宵夜 我們門都關了 你知道嗎 大門都關起來 動牧師 跟他說 白過就好了 那晚上要去喝酒 我說不要太晚了 他說沒關係白過 當我要白過的時候 有一個誰跟他叫 平不好白 他說我看 沒有人 他說東區 我們怎麼白好嗎 他說什麼事 他說有人在跟我說叫我阿平 不要白 他說笑的 你媽媽 你爸爸 他說我爸爸 他說我不是 現在他就白過了 對不對 他白過 一個林宏萱 你也不知道這個人 我叫他片 他以前的 他塗帶帶帶皮パ 他塗新人 他老爸是 台東民族 台東三民族 有一個 三民族的主持 他老爸四十歲 他在帶他媽媽十九歲 他就本兩歲也可以帶媽媽 他最生的孩子 都像塗帶帶 厲害嗎 老爸在前面 媽媽帶小孩從後面去台中民族的禮拜 現在小孩讓台北都做很多做武術 這個洪遜的洪遜是台灣復教的宗教改革家 叫做台灣的宗教佛教的馬丁路德 這個人的背景是這樣 他要背過時 他也背過時我也要背 還有那個聲音跟我說一次 阿平不要背 人都背了 我怎麼可以不要背 我也一背過 那背過都會跳下來 咳一下 喔 那一個是不知道多痛就對了 那兩個人不幫我走 床床床床床 去外面 你如果現在去北面路 那一個以前他們的旁邊 以前有漏洞走路 坐在賣麵 在那裡開始坐在那裡吃麵 聽得好你知道嗎 心裡想說 剛才那個聲音是真的假的 叫那個聲音是真的假的 是真的 神會通過這裡怎樣 跟你說話 最後一樣 神會讓你的眼睛看到 直接看到意象跟你說話 你看看 很多的經驗 神親自會寫字在你的面前 讓你看見 神會親自寫字在你的面前跟你說話 好 來喔 那麼 聖經上有這個 有這個道理 有這個道理 那麼我想跟各位講 有一個姊妹 當我在 我的辦公室在這個後面 她來讓我禱告 她跟我說 她要去南台 或是台大教室 不曉得哪一個 是神所佩 所以給她的 她在美國哪裡回來 她很忙 給她去台台教授 還是要去那個 南台教授 這樣 她很喜歡在南台 因為她家在台南 我剛才說的是 我看到幾個字在我的前面 不是南台 是台大 這樣 所以那天我沒有這樣說 因為在聖經上成熟 我不會跟她講說 是台大 我不會這樣說 你不要 你不要馬上去用這些恩事 如果錯的話 你要敷衍她的責任 你知道嗎 我就問她禱告說 神啊讓我的姊妹 能夠到台大去教室 台大能夠榮耀主的聖明 她對你的福音很有負擔 就讓她去台大教室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如果你要留她在台南 神你就幫助她 讓她平安 但是我 我的禱告 我宣告說她要去台大怎樣 教室 你看我有沒有跟她說 神告訴我什麼事 沒有 你不要把神常常放在你的口中 你知道嗎 那個說 你如果說上帝說的 要百分之百 這很困難 你知道嗎 很困難 所以你要常常 用一個禱告的方法 用一個肯定的方法 來說出你所得到的喜事 OK 那麼 每一件事都是一種屬靈的喜事 你知道嗎 我期望著 你今天在為一個人 禱告九件事的時候 你真的用你的心去為他禱告 你捨命為他禱告 你會發現到神會向你說話 怎麼為他禱告 你知道嗎 請問 你給你看 很多人的教會 我不會問他 你現在問這些都很無理 智芳你怎麼有禱告啊 這樣沒有禱告嗎 很無禱告嗎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我不會跟智芳你怎麼有禱告 這樣有禱告嗎 我不會剛才的姊妹說 以前我不要跟你問說 你怎麼有禱告嗎 你禱告過了 這樣沒有禱告 你給你看 阿姊妹現在來到這裡 我不要問你的家庭 我沒有 我從來沒有問過他 有幾個孩子 問過他的先生 我不要問過 那我跟你的關係是什麼 我是為你禱告 生活是你的部分 但是禱告是我的部分 這是我 你知道嗎 這是我 所以我又跟他說 這要講 我覺得你們一定要有一個很寬廣的心胸 你知道嗎 你要知道所有的罪人 因著我們愛他 他這個罪人會變成什麼 會變成神的兒女 你知道嗎 你不要常常去看到別人的罪 然後定罪 有很多東西是我們很主觀的東西 你要做一個牧人 就要像耶穌這種心智 你知道嗎 把愛真的做出來 把他活出來 不要常常去定 你知道嗎 定到後來都要先定自己 我以前講 我以前都會有很多 賣婦是很多人 賣到賣 他們的婦都用到未來賣我 對 他們都記得住 他們都記得住 所以我開始想說 我們這是罪人 我們為什麼要去定別人的罪 對不對 我們只是看不到自己的罪 這樣對不對 我們都看不到自己的罪 都看不到別人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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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別人的罪 我怎麼沒有去聽人 這是我的問題 這是我們的問題 所以你要當一個門徒的時候 你就是要知道 慢慢的要知道說 我們都是罪人 我們是要把罪人 把他帶進神果的裡面 讓他有神果信仰的價值觀 而不是 但是帶他的時候 不是他一次就可以改變完成 有沒有 Amen 他是聖化的過程 這整個都是聖化的過程 對不對 如果這個聖化的過程 我們沒有去注意的時候 以為每一個來信耶穌的人 都是變好人 這樣就是慘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拜託你們 我不是替我解釋 你來看我 在那裡 吃飯之後沒有負錢 對不對 在那裡想嗎 你也有什麼奇怪 你如果看這件事在哪 炎養在哪 炎養在哪 哈哈哈哈 來看我 看我想 我覺得就是 我們的心態的問題 對不對 我們不能夠說 怎麼牧師 怎麼吃完飯以後 不付錢 對不對 你一定要問我 問我 問我怎麼會 沒有負錢 我會跟你說 我會跟你說幾件事 對不對 我會跟你說 我會叫三個菜 他現在一百五十塊 總是燈出來時 是一千五百塊 本來是四百五 現在四千五 這樣你要付嗎 他要付嗎 對 我敢要付多少給他 四百五 對不對 在花了嗎 有可能嗎 有可能 怎麼不可能 還有嗎 我告訴你們 我這個